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我們是光織地圖 我們所研究的是一種新的複合材料 是用夜光粉和高分子材料所做的 接下來將用簡報一一為您做介紹 首先看到的是我們的主題,光織地圖 我們所做的內容是一種新的複合材料 這是我們的動機 我們發現到現有的道路標線已經有參入夜光粉了 但在夜晚中還是不太明顯 我們希望藉由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來改變現有的道路標線 來將第一事故發生的機率,使馬路更加安全 我們歸納出現有標線的不足 駕駛它無法看見車燈未照射的位置 還有反光效果不佳 如果增設反光片的話會變得很難貴 而且反光片易薄弱 所以我們想說要改變標線 使得標線環保耐久 增加指引的效能和警示的功能 接下來看到的是我們的產品特色 共有六點 第一點,它是一種新的複合材料 同時具備高分子材料與夜光粉的優點 而第二點,環保 我們所添加的夜光粉 它發光所需要的能量 是來自於生活中的可見光 例如陽光 這麼一來就不需要用到電 第三點,發光 我們加入了夜光粉 使標線有了發光的功能 也增加了指引和警示的效能 下面有張圖 是我們以手機的螢幕亮度 與標線的亮度 所做的一個比較圖 第四點和第五點分別是 熱性膏和可塑性膏 這都是我們主要材料熱溶膠的優點 熱溶膠為高分子材料 而且它又是熱塑性的材料 它可以做出任意的形狀 最後一點,施工快速 在施工時最擔心地面潮濕 或是塗料不容易乾熱 但夜光熱溶膠施工時 只需要先加熱 再倒入浴鋪煮的地方 只需二到三分鐘 它就會硬骨 接下來是我們研究的一個過程 我們先製作模具 然後量測它造肚子 接下來做耐滾壓試驗 將這些數據製作成圖表 分析這些數據之後 把最好的那一個成分 拿出來做成我們的成品 在所看到的這塊黑色板子 上面是我們照度實驗的樣板 的樣品 而上面有配品的厚度 也有材料的不同 分別是環氧素質跟熱溶膠 靠近我這邊的是10% 而那邊是40% 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發光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10%這一邊 也就是左上方這邊比較暗 而右下方熱溶膠的部分 是40%跟25% 我們考揚了經濟 以及它的照度 我們決定採用25% 來作為我們道路的使用 接下來將為您做介紹的是 我們鋪魚路面上的樣品 登登 這一塊樣品呢 它的寬有7公分 長50公分 而我們施工時 圖魚標線上 是以50公分的間隔 跟50公分的標線 做搭配 接下來讓我們欣賞一下 它在夜晚中發光的情形 可以看到這個亮度 在夜晚中可以說是非常的亮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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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